之前常在講 在半導體的一個領域當中 這個三星是連台積電車尾燈都看不到 但是最近這個三星自嗨說 哪有看不到 我們有看到好不好 只是車尾燈還蠻小而已 我們來看這個推特的爆料人說 在四奈米的部分 三星的良率已經開始往上拉高 幾乎快要追上台積電 這是真的嗎 還是又是他們自己在講開心 不知道嗎 那但是呢 韓國媒體也講 他們講說 你看良率快要追上了 這個三星沒有那麼差了 那到底呢 現在在這個半導體的一個製程上 三星的一個進度如何 沒錯 三星現在只能夠夢想說 能夠追上台積電 為什麼 因為現在就三星的幾個大業務 裡面來說的話 比如說LCD面板 目前看起來的話 這個被中國打得非常慘 那手機這一塊來說的話 恐怕也很難突破 他現在能夠突破 低潤 低潤今年很差 他都要減產 所以現在只能夠說 我在晶圓代工裡面來說 或許還可以跟台積電來一拚 來看看能不能奪回一些 這個市場的分額 對他的業績會有利 所以你看韓國美女就說 你看現在三星 終於這個歷經突治之後 終於這個良率拉伸 我們的四奈米 已經來到了七十趴左右 可是我必須講 這是他們自己說的 三星可是都沒有講 三星其實我認為 應該還沒那麼高 這是誰說的 這是爆料達人 爆料達人 但是我覺得目前為止 應該沒有那麼高 為什麼 因為以現在台積電來說 台積電目前的四奈米 也只能夠做到八十趴左右的良率 那如果以三奈米來說 台積電有獎大概六十三趴左右 那三星來說 三奈米應該是良率更差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有那麼容易嗎 事實上你看到所謂良率八十趴 跟七十趴 好像差很近對不對 我跟你講差個一趴 都是差非常遠的一個狀況 因為就商業成本來說 這是很貴的 我有這個晶片 一樣的晶片裡面 我二十趴去掉 跟三十趴不能用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你只要少一趴 少兩趴 你就是輸 而且輸的都非常慘 再來說客戶沒人用啊 你說台積電目前的四奈米 已經有客戶三奈米 已經蘋果要在那邊排隊 請問你三星的客戶在哪裡 沒有啊 所以我就說那個只是 你嘴巴說說OK 但是你說真的追得上 我覺得都還早 那最近三星來講 他怎麼做 他最近開始就做一些非常大的動作 包括說你看 因為以前如果你用三星的手機來說 他內置的這個搜索引擎 是Google 他最近就說 我準備了 把這個Google的搜尋引擎 把它換掉 換成這個Microsoft的Bing 為什麼 因為Microsoft的Bing最近不是有用這個 這個OpenAI的東西嗎 他說我可能要用這個 要引領潮流 就把我的AI導進我的手機 或許這樣會買我的手機 那這就引起誰的緊張 Google緊張 因為Google 他跟這個合約裡面來說話 他Google光是從三星手機 你使用這個Google的這個搜尋引擎 我至少可以一年收大概三十億美金 這二星台幣大概是九百一十五億 所以他等於是說 他現在又要去求跟他談判 那因為這個消息出來說 導致這個Alphabet 就是Google的母公司股價就下跌了 有沒有三個Percent左右 除了他可能要改變這個搜尋引擎 看能不能在手機方面 能夠大家多使用我的 我先把AI導入 這是一個方式 第二個就是說 他現在可能要降價來搶單 那現在搶單主要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來說的話就是低潤 低潤他現在已經說到減產 減產之後可能接下來有可能會降價 用這樣來犧牲市占率跟犧牲所謂他的獲利 來繼續搶佔他的這個整個市場 第二個就是說他現在可能要做什麼 對這個金元代工砍價 最近不是傳言就是說 可能三星針對六奈米七奈米等等的 這個產品 他有意味要砍價 砍價就看有沒有願意有這個 這個所謂客戶來下單 不過看起來他的砍價好像也沒什麼用 因為目前整個市況很差 那市況很差的時候 台積電產能都填不滿的時候 客戶當然會悠閒去找台積電 不會去找三星 所以三星想要用這樣去搶單 我覺得那也還早 那至於他能怎麼做 我覺得他現在就等於是 發了非常多力氣 在整個金元代工上面 他現在金元代工有做兩個手法 第一個不是我們到前一陣子 他不是挖了我們臺灣的林俊成 台積電之前的風車風車大將 那挖過來的時候 未來先進風車的部分是由林俊成來負責 這是在製成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說那好 那既然沒有客戶那怎麼辦 我自己創造我自己的需求 於是他們從中國挖了兩個人 一個就是我們這個電視牆上面的教養 教養是誰 他其實以前也在三星工作過 他有在三星做過三星的GPU 然後後來又跑到高通去 然後後來又到這個阿里巴巴的達摩學 達摩院去 那等於是當初馬雲把他挖過去 他是負責所謂的芯片技術的負責人 之前達這個達摩院有發表一個 所謂寒光八百的這個晶片 這個晶片是用在做GPU的處理器 這是教養所主導的 另外他也擔任過理想汽車的 AI晶片的負責 所以他等於把他請過來 研發三星未來的GPU 然後除了教養之外 還有另外叫焦伯芳 那焦伯芳是做什麼 他做避認科 他之前是避認科技的共同創辦人 那避認科技是中 是之前不是說有下單給三星的 另外一家公司就是他嘛 他現在把他挖過來擔任什麼 也要發展AI相關的晶片 所以我跟你講 其實現在的這個三星策略很清楚了 他未來可能就是晶圓彈簿這一塊 他要加快速度 另外就是可能GPU這一塊的設計 他搞不好也要開始去推出相關的產品 但是英國經濟學員就直接講說 三星不行了 還給他搖搖頭 說他這個會附上這個 英特爾的後程 對 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過去一段時間 三星在景氣不好的時候 他其實都逆向投資 可是他這一次沒有 他這次反而是自己縮起來 而且他是不是沒錢 我覺得有 我覺得因為他今年上半年 第一季的獲利是非常差 那現在看起來的話 包括說LCD部分 他可能還要再砍掉 那低潤的這個擴張 可能怕也是獲得 可能也沒辦法 過去他可能是投資很多資本 來獲利賺錢的方法 沒有獲利的引擎熄火的時候 他當然就沒有那麼多錢 可以再砸下去 美國他們電動車的補貼政策出來了 這個都補貼自己人 以前還講得多好 這個世界的工廠趕快到台 到美國來 然後到美國來 好好的努力 美國夢 但是現在補貼政策一拿出來 美國其實也是沒什麼錢 他們不是也快要破產了嗎 我們來看到 他這個七千五百塊錢的一個 電動車的一個稅額上頭的優惠 獨厚美國廠商 公佈了之後 只有四個車廠符合 我們來看哪四家 你看完就說 這小氣鬼偏心自己人 Tesla 福特汽車 通用汽車 史特蘭蒂斯 全部都是美國 而且呢 你其他的一些車廠都不用來 但是問題是這樣的一個補貼政策 鴻海好像有機會可以受惠 陳彥來怎麼看 好 當然第一個 很明確了 就是說你的電池百分之這個五十 電池零件百分之五十要在美國生產 對不對 那你關鍵的礦物原料百分之十要在美國生產 而且這個未來每年還會持續提高 甚至他可能到最後都百分之百要求 所以很簡單嘛 你不是美國企業 你直接就被排除了嘛 那當然大家還心存一絲 希望說我們能不能在名單裡面 最後真的就勝這四家 特斯拉福特通用跟史特蘭提斯 那當然對鴻海來講 跟特斯拉來講 有一些機會在哪裡 他會符合這個條件 沒有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說 車價 鴻海為什麼符合條件 因為他有跟那個Fisker他們合作 那再來就是說你的車價的部分 那我兩萬九千 所以未來大家會去推這個急劇 像特斯拉要推的是這個Model 2 先輩 那你大概如果兩萬九 大概就是七八十萬台幣 就是比較平價車款 平價的電動車 那鴻海也要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應該還是有機會 但是我們當然大家就會說 那你你你不是美系的 全部被排除 那這樣對中國來講 他們的電動車的發展 會不會遇到什麼狀況 但是我們這一次在看上海車展 其實蠻蠻吸引人的 因為這一次有 還有好多黑科技 哇 非常多黑科技 那因為這一次有添加大廠參展 有一百二十款的新車 有趣的是特斯拉沒有來 可能是怕像上次上海車展 還有人跳去特斯拉車上 在那邊跳 抗議 維權 對不對 當然我覺得這次應該是不會啦 只是為什麼沒有 我不曉得 但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特別關注到這次 算是特斯拉在中國地區的主要對手 對不對 比亞迪 那這一次發表了一款新車 這款車預售價是四百八十八萬 這絕對是頂級電動車款 那你要這麼頂級 你有什麼吸引人 就外型來看 那一點都不吸引人 而且所有的車評都說 這台車還真的蠻醜的 就車型的外觀來看 但是這台車厲害在哪裡 像有華哥常爆料 對不對 我覺得他一定要坐這台車 為什麼 這車 為什麼 因為他常爆料 可能就有人想要對他不利 對不對 那如果要對他不利 他一上這台車 好 對方一來 他馬上原地掉頭 噗 三百六十度 馬上轉 馬上落跑 不能三百六十度 因為三百六十度又回到原來的方向 要一百八 然後就掉頭就跑了嘛 對不對 原地轉啊 對 可是開一開 有華哥開開開 遇到河怎麼辦 完蛋了 沒關係 他水路兩棲 他上了河 他就繼續走 就變船 就變船 繼續跑 繼續跑 他很開心 你像新加坡有一個觀光 會叫鴨子船 就這樣 不太一樣 他那個水路兩棲 在路上跑多醜 身份地位也不太符合 你剛才說這個 但是類似這個概念 沒錯 好 但是麻煩了 對方拿飛機過來對不對 然後開車 打你的輪胎 好 結果你的輪胎爆了一顆 怎麼辦 有華哥繼續開 即便少了一個輪胎 他能繼續走 他三個輪子 可以繼續走 因為我為什麼想他要有這些功能 其實我後來想一想 情境應該是這樣 要不然誰需要這些功能 對不對 誰沒事要原地掉頭 誰沒事要水路兩棲 然後有一顆爆了 然後還可以繼續開 直接叫脫掉就好了嘛 所以我情境我幫各位想好 所以實際上確實這臺車 但是他顯示出他的科技太不厲害了 太厲害了 通常你爆了一個胎 你怎麼可能 你要翻車的 這臺車絕對熱賣 為什麼 因為四充哥一定會訂一臺 對不對 他為了他的身家安全 他全部都頂級的一個 頂級的 這個朱老師一定也要訂一臺了 對不對 陳彥家裡已經有一臺 像我們不用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次 除了這個還有一個要解決的 還是充電的問題 你看一般的電動車 如果你是慢充要好幾個小時 那你快充 即便怎麼快 也要三四十分鐘 你怎麼打破 打破這個僵局 所以未來 他現在推的是換電站 他在這一次也示範給大家看 你車子開進來 我幫你換電 五分鐘搞定 當然很簡單 不要充電了 直接換電池 它是用換的 他是用換的 用換電 那現在他是讓車主一年可以換四次 可是預計未來會降到兩次 甚至要收費 那目前他也蓋了 這個中國各地也蓋了非常多的 這個換電站 這個是一個推廣的方向 我認為這個是有吸引力的 對 你可以換 你也可以充 如果你很急 而且他說換一個電池 換五分鐘 就五分鐘 那未來收費也不貴 也不會貴 那另外一個是理想 他現在也推說 所以你看大家都在拼充電的時間 十分鐘讓你續航四百公里 十分鐘可以充四百公里 那未來也會上路 那這個小鵬 哇 這不得了 他這個扶搖直上 他這個系統就叫扶搖 扶搖 所以你裝了扶搖 扶搖直上 他這個就是自動駕駛 比如說 你要閃行人 你要 你紅綠燈要能夠判斷 要能夠停 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我看到那個小鵬 汽車很神奇的是 他的那個扶搖的那個系統 他可以幫你超車 對 那這個東西 未來甚至你進入到 所謂的複雜的路段 包括你剛才講到閃行人 要超車 上下高速公路 標準停紅綠燈 這個就是進入自駕系統 所以實際上中國的車企 還是想辦法要拚 已經一席之地了 對 所以我們看到 這上海車展當中 這個每年的車展 都很多新的一些科技 即便是那樣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概念車 在車展當中 很多是概念車 那概念車可能未來 可能也不會真正上市 但他裡頭的科技是有意思的 或許他的這個未來的科技 會在這個車上頭 直接的應用 也不一定 這是上海車展 也就是說 警告 應該是 某種 還有